今天中央公佈本土兩例,其中台北一例、新北一例 那台北這一例是一位國中生 如果我們檢視這一個禮拜來的確診例 我們過去七天確診例是三個 其中兩個是不明感染源 所以如果純粹只從數字上看起來 到底是我們台北還沒事 還是這是暴風雨前的靈境 現在不曉得 我們還在觀察,所以 這一天兩天應該是 最需要密切觀察,所以我們 整個台北市政府也是 繃緊神經 在觀察 那 那昨天的篩檢量還是維持比較高 過去一天大概篩檢一千個,現在 可能大家比較緊張 那我們也沒有去限制這個篩檢的人數 所以昨天 做了1797個 陽性率是零 那也因為新北疫情的 出現社區感染 畢竟是首都生活圈 有的來台北上課 或者兩邊上班的人數會 交流 所以在短短的 三天 我們台北市居家隔離人數 就從最低的說150個 一下 跳上來 現在是 852個 一下增加很多 所以整個 醫療系統要開始緊繃了 有的